解答题的第四题呢 是一道跟五的整除有关的题目 那题目要我们用 一三二五这四个数字呢 去组成一个四位数 有什么要求 要求这个四位数能够被五整除 那么在讲二三五的故事那一讲的时候 告诉我们被五整除的数有什么特征 应该是看它的末位 末位要怎么样 末位为零或者五 然后前面是一个四位数 那么这一道题目给我们的数字 只有一三二五 所以有没有可能末位为零 不可能 所以这个四位数肯定是多少多少多少五 那么只要在前面这三个位置 把一三二填进去就行了 那么前面一三二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我们的每局法来填 那么每局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每局要有顺序的每局 这样子才不会举多了 或者举漏了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从小到大的顺序去举 那么从小到大 从千位开始 千位最小为一 然后呢 这里就应该是二 百位为二 十位为三 所以一千两百三十五 就是最小的一个 然后稍微大一点 一千三百二十五 那么千位为一的是不是就举完了 那接下来换一下 千位为二的 那千位为二的小一点的 二一三五 然后呢 二三一五 然后千位为二的我们也都找到了 然后千位为三的 千位为三的 三一怎么样 二五 然后呢 三二一五 那么题目要我们把它一次列举出来 我们就从小到大 依次列举是一千两百三十五 一千三百二十五 两千一百三十五 两千三百一十五 三千一百二十五 三千两百一十五 是不是就全部给它找出来了 好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题 那最后一题呢 有一点点的难度 最后题是一道周期问题 那里面还涉及了一个知识点 关于润年的知识点 为什么会提到是 一七八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呢 我们说二月二十九日是非常特殊的一天 它只有在我们的润年当中才会出现 二月二十九日 那什么叫做润年呢 我们要来复习一下 润年就是我们的年份 像这个一七八四 它要能够被试整除 也就是试的倍数 那它除以试我们发现是可以除的 等于四四十六十八 然后再四四十六等于四百四十六 所以一七八四是一个润年 所以它有二月二十九日 那一七八五呢 它肯定就不能够被试整除 那么一七八五 二月就只有二十八天 那么能够这个年份是试的倍数的 都叫润年 但是有些数除外 有些数例外 就当我们是整百年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比如说一千七百 那么它是四的倍数 但它不是润年 就是分百年的时候 必须是怎么样 四百年一润 也就是说要让它除以四百 就是不看后面这两个年 看它前面的数 能不能被试整除 那么十七 它不是四的倍数 所以一七零零年的二月份 没有二十九日 那么像两千年 那它是不是润年 两千年呢 前面这里是二十 二十的话是四的倍数 所以两千年它四润年 那这道题目 一七八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生的 始于一八四一年四月十日 那么说每过四年 因为四的倍数嘛 每过四年是不是就要 有一个润年 它就要过一次生日 那么从一七八四到一八十一 一共过了多少年 那是不是用一七八四 一八十一减去 一七八四就是过了多少年 然后每四年有一个生日 是不是除以四就能够算出 它过了多少个生日 但是要注意的是 一七八四到一八十一之间 有没有百年 有多少 所以我们的一八零零年 那一八零零年 它是不是润年呢 一八零零年 十八除以四 不能整除 它不是四的倍数 所以一八零零年 不是润年 而我们刚才每四年 过一次生日 每四年过一次生日的时候 是不是会把一八零零算进去 因为一八零零 它是四的倍数 是四的倍数 不是四百的倍数 所以我们算出来 除以四 前面除以四之后 是不是还要把这个 一八零零这一年给减掉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八十一减去 一七八十 过了这么多年 每四年过一次生日 所以除以四 除出来发现 等于十四于一 也就是说 如果是四年过一个生日的话 应该是过了十四个生日 那其中一八零零 这一年是不能算的 所以还要十四减一 所以剩下十三次 那么这个人的一生 一共只有过了十三次生日 好了 那么我们寒假班的 全部八奖知识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在这里 皮克老师要预祝同学们 在新的一年里面 学习进步 身体健康 证书收获的越来越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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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